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亮光 我们试着想想看 如果台湾要面对中国 要攻击我们 相信我们一定是非常害怕 那可能很多 有人就会提议说 我们要倚靠美国的保护 这样比较颇大 那我们基督徒的观点呢 相信基督徒 我们已是最大的声音呼喊求助上帝 在我们读的以赛亚书11章12章 就是讲到以色列被神 管教 亚述巴比伦等 列国强国攻击之后 他们听到了一个拯救 他们的应许和信息 那12章很可能就是 当时的政治黑暗 强敌围绕内忧外患的状况 但是以赛亚却宣告 预言最后的胜利 好像这些事情完全都成就了 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 尽情的欢喜欢唱 整章的诗歌里面 充满了喜乐与盼望 特别在经文12章第三节有讲到 他说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 欢然取水 这样的描述是非常天切的 因为在他们文化与环境之中 水资源对他们是非常的重要 你可以发现 发现泉水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从泉水取水 这是攸关于生命的存活 神好比他们救恩泉源的来源 神是他们的拯救者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反抗 也不知道出入在哪里 但是当先知以赛亚宣告 上帝最终必拯救 这是何得令人振奋 所以这首诗的当中 充满对上帝的感谢 对上帝的尊崇 照相小朋友被一位体型壮硕的同学霸凌 然后听到父亲已经出发 要赶到现场了 那种欢喜快乐要跳起来 并充满了信心 口里唱出喜乐的歌 虽然身上有伤痕 眼中会有泪水 却都不在乎这一切了 你我是不是也是这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